疫情狂飆人口最多的新北市首当其称 新北市长侯友宜多次因为疫情政策杠上中央 尤其前一天视察了疫苗施打战 被民众当面呛说这居隔单迟迟不来 侯友宜就把炮口对象指控向中央反应了多次 却没有获得解决 就怕这风波会越演越烈 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政委唐凤 要尽快演理出解决方案 假日参加动土典礼 新北市长侯友宜被民众左右包围 要签名展现高人庆 一旁子弟兵也跟井井抢曝光 虎友宜展现目击态势 尤其连日来一改过去温和形象 在防疫政策上和中央直接开港 每天居家照顾关怀中心 大概会接到四万通的电话 电话那一头都是充满着抱怨 中央传统传染病的通报系统 前一天才因居格数风波被市民正面开呛 侯友宜炮火不减 还传出在府内混一大土苦水 职工多次向中央反应 就只差没有跪下去求 却换来中央冷漠一对 就怕风波越演越烈 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政委唐凤 尽快沿拟解决方案 唐凤出手后侯友宜肯定中央愿意解决问题 不过连日杠上CDC 凭上新闻版面 也被民进党议员质疑是刻意炒作话题 他变了变得火气比较大 中央出手帮新北市解决问题 那侯友宜应该感谢中央政府 那不应该借此冷嘲热讽 提高个人的声量 听元酸侯友宜不该为了声量 中央地方连日来回交锋 双方呛出火气后 对防疫政策和居格单处理的系统 终于有了共识 接着无上线卢已经一新被采访报道